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呢 两个东西等价 跟这个空间区域没关系 空间我们当然后面也会讲这个多连通和单连通 这个跟区域的情形没关系 这个跟二维的时候是一样的 还是它 二维的时候是这样 我们刚才没差呢 是吧 所以呢 证明也一模一样 从一推到二 既然它是跟路径无关的 这积分就跟起点和终点有关 那么我们固定 X0 Y0 Z0 那么我们可以定义 UXYZ 等于C加上一个 从X0 Y0 Z0点 积分到XYZ 所以只要它跟路径无关 我们就可以定义 这样的运行数 是吧 证明一样 跟刚才我们就不证了 它对X的导数等于P 它对Y的导数等于Q 然后呢 多一个对Z的导数等于R OK 对吧 刚才证明一样 那么从2推到1呢 也一样 按照我们刚才 就刚才擦掉这个东西 我们也可以看到 从M0点到M点的积分 在二维的时候 如果有圆函数或者是式函数 那么这个积分就是什么 这两点的函数只减一把就行了 对吧 三位一样的 跟刚才的推到一模一样 也是等于UM 点到UM0 在两点的指减一把就行了 对吧 那么一和二等一样 大家也可以看到 跟你的趣事没关系 平面的时候 跟是不是单连通也没关系 跟空间的时候 是不是单连通也没关系 下面大家举个例子 就是关于这个式函数的例子 嗯 我们考虑一个物理学里面的例子 比如说Fxyz 我们可以写成这样的一个向量 复的Q 这里R 就是R就等于这个xyz 这个向量 那么这个R拿掉这个箭头 就代表它的这个磨场 就等于更好一下的 x平方 下y平方 下z平方 那么这是一个什么东西呢 这可以看出一个立场 对吧 比如说在000点处 我放一个质点也好 放一个电荷也好 那么对另外一个点 在xyz点处 它会产生一个力 这个力呢 大家可以看看 它是跟平方乘反比的 是吧 跟平方乘反比 然后呢 方向是什么 方向跟R的方向是相反的 它指向这个000点的 所以这是个什么力 静电力或者是什么 往有引力 对吧 所以就是静电厂 或者是引力厂 那么 这样一个力 我们就可以去考虑它的一个什么问题 做工问题 做工问题就是一个第二行的曲线积分 是吧 所以它的这个 沿某个路径的积分 我们也可以写在F 点D2 比如说沿某个γ 就等于什么呢 Fuq γ 那么这样的一个场 它有原函数 那为什么有原函数 我们后面再解释 先是不管它 它有原函数 这个原函数等于多少呢 所以U X YZ 就等于R分之Q 你们求一下导 U对X的导数 就等于R三次方分之X 加个负Q U对Y的导数 R三次方分之负YQ D的导数 R三次方分之Z 负Q 所以它求了导数之后 正好就是 F的三个分量 所以它是它的一个原函数 这没问题 所以它原函数 那么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很有意思 R等于零的时候 或者R去于零的时候 它无穷大 是吧 R去于零的时候 U去于真无穷 R去于 更无穷的时候 U去于零 那么既然有原函数了 大家想一想看 那么我们从一点 跑到另外一点 比如说从A点到B点 沿着某个伽马过去 这就是从A点到B点 什么 做工 是吧 那么这个做工的话 按照我们刚才的这个 关于原函数的定义 它就是什么呢 大家想 等于多少 就是UB-UA 是吧 UB-UA 那么从A点到B点 相当于这个引力也好 电磁力也好 它做了这么多工 那么这个做工之差 我们可以引入一个什么东西来表示 是吧 是能 对吧 那么这个做工应该是 雷两点的是能相见 是不是A点的是能 减掉B点的是能 对吧 这里E是是能 这里呢请大家注意 就是我们的圆函数 或者式函数 在物理学上面讲的式能 正好差一个复号 当然你也可以差个长处 差长处无所谓 但是是差一个复号 就是E 等于负有 记得啊 容易搞混掉的 就是物理学上面的式能 是我们数学上面的式函数和原案 正好差一个复号 式函数你看 从A到B的积分是B减掉 UB减掉UA 但是就能量而讲的话 谁的能量高 A点能量高 对吧 它的能量 减掉它的能量 是这部分的这个 变成了这个做工的人 对于是 也减掉EB 所以记得啊 差一个复号 好 现在呢 我们还是继续考虑这个 空间的这个积分 和路径无关的条件 刚才呢 我们已经看到了 也就是说路径积分 这个积分跟路径无关 和这个式函数 存在是等价的 当然 我们前面也说了 这个也是等价的 虽然是平面的时候 空间的时候 这个也是等价的 在空间的时候 沿着任何一个 币曲线积分为零 等价与 积分和路径无关 平面跟空间是一回事 同样证明这个事 所以也就是说 我们刚才讲的 那个东西 123这个条件 都是对的 对吧 所以下面呢 我们要看看怎么呢 怎么样通过第四个条件 把第四个条件 推广到空间的倾向 所以一开始呢 这里我们就对区域 加一定的限制 所以我们第一个开始引入 这么一个概念 就是星形区域 星形区域 如果地 是这个空间中的一个区域 而且存在 只要找到 存在某个A点 属于地 使得什么呢 任何一个M 地中的任何一个M 我们可以做一个连线 做什么呢 A和M的连线 这是一个直线 A和M有个直线连线 那么这个直线段 都包含在 这个D中 那么我们就称 D是 关于 A的 星形区 或者简称为星形区 那么星形区域呢 我们画一下 比如说这样的一个区域 我给你找一点 找一点呢 这是D 这个点是A 你们看 任何一点M 和它的连线 都掉在这里面 是吧 当然星形区呢 未必一定要是什么 一定要是这种类似于 2的不一定 比如说我这种弯的区域也可以 弯的区域 当然如果D点的话 我们来看就有问题 是吧 D点和D点的连线 有一段不掉在这个区域里面 但是呢 我如果把A点放在这 这就没事了 任何一个M和它的连线 都是掉在这个区域里面 当然也有些区域 不是星形区域 打个比方说 我们来看两个球面 这是一个球面 对吧 然后呢 我们再搞一个同心的球面 这两个球面包含中间的这个区域 这区域就不是星形区域 为什么呢 你任意找一点A 你任意找一点A的话 你和它的这个球心 就有个对称的点 是吧 它和它对称的这个点 就在这里 那么它的连线 一定是过这个球心 是不是 既然过这个球心 也就是说这一段 它不属于这个区域 所以呢 加在两个这个球面之间的区域 它不是个星形区域 那么星形区域呢 就这样的区域 就这样的区域 这也好理解 好 下面呢 关于星形区域呢 我们就可以得出这样的定义 D是这个 D是一个星形区域 而且那PQR呢 在上面C的 那么下面呢 在123等价 第一个 Pdx 加 Qdx 加 Rdx 加 Qdx 加 Rdx 这样的一个积分 在地中 入境无关 其实它也包含了这一点 这个跟这个是等价的 我们前面说了 就是在任何一个B曲线上 对所有的这个B的这个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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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存在原含数 存在U 除了Du等于 Pn dx 加 Q dy 加 Rdx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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Pn p×Y 加 Rdx 加 Rdx 加 Rdxнy 加 Rdx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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bi的C跟鸡 hem 这三个条件是等价 下面我们证明一下 首先我们看1和2 1和2我们前面讲了 它和区域无关 是吧 1等价于2 这个没有问题 跟区域没有关系 然后我们来看2到3 2到3的话 这个偏Q偏X 就等于什么呢 Q是什么 Q是2 从2的话我们就知道了 Q是U对Y的偏导数 所以呢 它是偏X偏Y 那偏P偏X呢 就等于 所以这两个相等 就没有问题 那么其他两个也一样 偏R偏Y 就等于什么 它对U 是对Z的导数 然后再对Y的导数 偏P 偏Z呢 它是先对Y 后对Z的导数 另外呢 这个是 先对X的导数 后对Z的导数 然后偏R 偏R 偏RX呢 是先对Z的导数 后对X的导数 所以这些呢 大家可以看到 求导的次序可以交换 是吧 在C的情况下 求导次序可以交换 所以都相等于 这个跟这个平面的情况 也一模一样的 对吧 所以最后呢 我们就来看看 比如说 怎么从3推到1 或者从3推到2吧 3推到2呢 思路跟刚才也一样的 也就是说 我们去定一个 把这个函数啊 把这个U呢 要定义出来 那么这里呢 我们设 D是 关于 这个A的 进去 那么 对任一个M 属于D D中的任何一点 我们可以定义 这一点的这个 M比如说是XY吧 Z 由M呢 UM就可以定义 在一个积分 我们说的啊 都可以 沿任何一个路径 都可以去做 那么干脆 我们就沿着 从A 沿着直线 去导M 这条线呢 我保证掉在这个 D里面 下面呢 我们就证明一下 这个U啊 就是我们要求的这个U 那么证明就是怎么做呢 证明也就是说 我们求到就行了 对吧 咱们 那么我们考察任何一点 任一点M0 M0的坐标X0 Y0 Z0 属于这个D 我们就看M0点凸的圆函数 就是它的圆函数 因为这是一个开的 所以你M0点一定可以找到个领域 使得这个领域也包含在D里面 所以一定存在什么呢 领域中的某一点 比如说M点 M点的坐标是 X0加上H Y0 Z0 比如说 这是A点 这个是M0点 M0点是X0 Y0 Z0 现在呢 我可以在附近找一点 只要在H充分一下就行了 当然我们可以画的大一点 所以就是M点 X0加上H Y0 Z0 那么M M0这个连线 当然也都属于D 是它的领域里面 大家可以看看 如果这个连线是属于D的话 这上面任何一点 当然也都属于D 对吧 那么这上面任何一点和A的这个连线呢 按照这个星形区域的这个定义 任何一个连线 也都是属于D的 所以呢 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三角形 这个三角形 A M0 M 是属于D的 是吧 所以星形区域的这个条件是在这里用的 星形区域就保证这个三角形 属于D 现在呢我们来看一看这个积分 这个积分呢 我们先从A到M0 再到M 再回到A 就是A M0 M A PNDX 加上Q DY 加上RDZ 这个积分 这个积分的话 我们就可以用一下什么呢 用一下Stock公式 Stock公式 就可以化成什么呢 化成这个三角形上的积分 A M0 M 三角形上的积分 然后呢 就化成这样的一个形式 OK 这样一化之后呢 大家就可以看到啊 用一下Stock公式 按照第三个条件 第三个条件是它 对吧 那么我们就知道了 你用一下Stock公式 它就等于0了 对吧 所以这下呢就等于0 等于0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看到了 也就是说 也就是说 我从 沿着这一圈积分 等于0 就是说 我这样积分 积过来 等于0 那么很显然 沿着这个B曲 沿积分等于0 也就是说 我们沿A到M0 再M0到M 这样的一个积分 这条路线的积分 和从A到M的这个积分 应该是相等的 是吧 所以呢 我们可以这么写 就是说 从A积到M这个积分 就应该等于什么呢 A积到M0 再从M0到M 那么按照定义 从A积到M这个积分 就是什么 就是UM 是不是UM 这个呢 UM0 OK 那么我们可以发现 也就是说 这个UM 等于UM0 加上个 从MG到M0 M 从M0到M 这个P dx 再上Q dy 再上R dz 好 那么UM M减掉UN0 就是什么呢 U x0 加上个H y0 z0 减掉个U x0 y0 z0 对吧 就等于 这个积分 这个积分呢 大家可以看到 它是水平的 水平的其实就是关于x的积分 是不是 就是从什么呢 从x0 去到x0 加上H P x y0 z0 dx 它可以化成这样一个定义分来做 OK 好 下面呢 我们再除一个H 两边再除一个H 是吧 除一个H之后 H去0的时候 H70 这个极限是什么 这个极限就是U对x的倒数 x0 y0 z0 这个的极限呢 这个极限就是P x0 y0 z0 是吧 OK 好 这样呢 我们就证明了这个关于水 那么由这个 x0 y0 z0的任意性 你再摸一点去 它成立满 这个点任意去 也就是 我们就可以得错 它在任何一点 都是这样一个关系 OK 对吧 那么同样 我们可以证明什么呢 大家回顾一下 我们这个新型区域用在什么地方 用在这里 也就使得这个双角形 掉在这个 D里面 对吧 那么为什么要这个双角形 掉在这个D里面 因为我需要使用什么 Stokes公式 所以新型区域归根到底 就是要使用Stokes公式 就是从第三个条件 推到第二个条件 或第三个条件 推到第一个条件 就行 大家可以看到 这里就是沿着这样的一个 B曲线 A AM0 M再到A 这个B曲线 积分为0 是吧 所以呢 你推二的时候 还是又用到这个条件 是不是 所以 这个新型区域的这个作用 就是去用Stokes公式 就推出什么呢 通过Stokes公式 推出这个 这个积分为0 或者是说 沿着这个三角形的积分为0 对吧 那么新型区域呢 还只是一个什么呢 比较特殊的区域 我们看看能不能 再拓广一下 就是考虑更一般的区域 这就是我们所谓的 空间的单点动区域 所以下面呢 我们介绍一下空间单点动区 谢谢大家 回顾一下平面的时候 平面的时候 我们讲单点动区域的目的 就是用格林公式 从第四个条件 推到第一个条件 空间也一样 空间的话 也就是第四个条件 我刚才差了 不好意思 第四个条件是 这是第四个条件 那么 平面的时候 单连通 就是从第四个条件 推到第一个条件 空间的时候呢 空间的时候呢 我们也希望从第四个条件 用stock公式 沿着任何一个币曲线 好 使到这个呢 为宁 也就是说 我们在这个空间上去做这个事情 对这个空间区域 我们也需要加一点条件 使得什么 使得可以用stocks公审 从这个条件推出任何一个币曲线上 这里c呢 就是Omega的边界 使得上面的积分为0 那么在这个任何一个币曲线上的积分为0 那它当然跟这个什么 跟路径就无关 是吧 这个意思 那么这里呢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什么呢 看到这个就是说 这个平面跟这个空间的时候呢 它有一定的这个区别 那么大家想一想啊 平面的时候 我们首先看平面啊 平面这样一个区域 平面这个区域的时候 我们要用这个格林公式的时候 我们希望这里包含着这个c 对吧 我在这个c里面 c里面包含着这个Omega上面去用格林公式 也就是说 我这个c包含着这个Omega 这个区域一定要属于这个D 否则就没法用 没有定义 就没法用这个格林公式 所以平面上的话呢 也就是说 我这个Omega要属于D 对吧 那么大家想想空间里面 我要用stock公式的时候 其实要宽松一些 比如说这是空间的情况 空间的情况呢 我们来看一下 如果 这是一个D D里面如果我找一个B区线 这个C的话 我要用stock公式 我就希望这个C是某一个区面的边界 是不是 就是这个意思 比如说我这个可以装成一个区面 我就只要这个C是这个区面 这个边界就行了 大家想一想看 我装成一个区面 就可以用stock公式了 对不对 大家想想 我这个就很容易 为什么可以装成无穷多个区面 这个区面可以有很多选择 是吧 只要找到一张区面 张起来 stock公式就能用 stock公式就能用 这个积分就跟入境无关 就这个积分等于0 所以 我们可以把这个 作为空间单联通的一个定义 这个定义呢 我们就不细写了 讲一讲就可以了 定义 也就是说 地中的一个任意一个B区线 这个C都可以去找一个 在地里面找一张面 就是说存在一个区面 这个区面当然是正常的区面 是E的 这个区面Omega 使得 这个Omega呢 就等于C 也就是说 我C可以张成一张面 这个面还是掉在这个 这个地里面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们D就认为它是一个空间的 单联通 也就是说 我找到的这张面 我就可以去用stock公式 所以我就把stock公式 可以应用的一个 某一个条件 我们作为空间 单联通的一个定义 那么大家可以看了 这个其实就 相对平面来讲 就宽松多了 是吧 因为我可以找 很多很多面 这面的选择是很多的 那么这里呢 你就可以看出平面 跟空间上单联通的一个区别 书上呢 这一段是用那个 同轮的这个方法来讲了 讲得有点 虽然很严谨 但是很啰嗦 如果你们有同学 有兴趣学点拓谱学 倒是可以看看 这个属于拓谱学 里面戴手拓谱的那个部分 稍微啰嗦一些 但是倒是很精彩 你们直观上理解 到这步就可以了 不给大家洗扣这个概念 但是呢 请大家注意 空间和平面上的时候 是有区别的 大家想想平面区域 比如说这个平面区域 如果我中间挖掉一块 挖掉了之后 大家想一想 这个东西就是什么 多联通的 对吧 多联通 平面的时候 但是在空间的时候 不一定 比如说我们画一个球 画一个球 我们在这个球里面呢 我们也给它挖掉一块 比如说挖掉一个小球 这两个球之间的这个区域 这个区域 按照我们 这个定义的话 它就是什么 它是单联通还是多联通 它是单联通的 为什么呢 大家可以看 比如说我们这里有一条壁曲线 是吧 空间的壁曲线 我完全可以张出一张面 这个面怎么 烙过这个窟窿是不是 所以这个面还是包含在这个 这个球里面 我们可以再张出一张面 这个红带就代表这个面 所以空间 大家记得 空间这个单联通 跟平面单联通 是有很大区别的 平面上 你只要挖掉一个窟窿 它就不是什么 它就不是单联通的 在空间里挖一个窟窿 它还可能是单联通的 它还可以找到一个面 把它兜过去 对吧 但是你如果挖得比较狠 挖穿 你把它挖通了 这种情况下就变成什么呢 多联通的 对吧 因为你这样 你搞一个壁曲线 你这样搞个壁曲线 任何张出的一张面 肯定有部分要掉到这个外头去了 是不是 所以这个就是平面跟空间的区别 那么 也就是说 从我们这个做法上 大家就可以理解到 也就是我们定理的空间多联通 就是使得这个 Stokes公式可以用就行了 对吧 是Stokes公式可以应用的一个条件 好 那么最后呢 我们就把这个空间 单联通的这个结论呢 就给大家讲一讲 啊 啊 谢谢大家 以下四个条件等一下 这四个条件呢 其实我们刚才也都说过了 我们再写一下 对G中的第一个 对G中任何一个B取现C C上的积分 等于0 第二个 HRP dx q dy R dz 在这个G中 这个G分 余路静观 第四个条件 就是刚才我们说了 偏Q 偏X 偏P 偏Y 偏R 偏Y 等于这个偏Q 偏Z 偏P 偏Z 等于偏R 偏X 那么证明就不用证了 刚才我们已经讲了一大堆了 是吧 前面呢 完全三个等价我们证明了 第四个 第四个我们说从第四推到第一的条件 就是什么 单点筒 对吧 所以呢我们也不用说了 好 到这里呢 我们把这个就是 这个 格林公司 高斯公司 还有史特克斯公司 给大家讲完了 这个路径积分 路径 这个跟积分 这个积分跟路径无关呢 主要还是格林公司 跟史特克斯公司的一个应用 这里就有个东西了啊 就这个 原函数了 那么 从这里大家记得了啊 并不是说 所有的 这样的一个形式 都存在原函数 要存在原函数 是有条件的 条件是什么 条件是它 对吧 还不够 还要加上什么 单年通 就是通过这个条件 大家记得啊 通过这个条件 推出它是这个 有原函数 还要再加上 单年通的这个条件 才行 那么原函数 原函数大家记得了 就是什么 就是世人 对吧 加个富豪 那么一个例 有原函数 就说明这个例 是有世力 有世人的例 有好多例是有世人的 刚才讲了 这个重例 包括引力 还有静电场的例 也是有世人的 对吧 但也有一些例 是没有世人的 什么东西没吃 摩擦力 对吧 你从A点跑到B点 摩擦力做工 肯定跟你的路径 有关系 对吧 走得越长 摩擦力做的工越多 是不是 不仅依赖于起点和终点 还依赖于这个路径 所以摩擦力是什么 摩擦力是 不是一个实函数 所以这些东西 在物理学里面的背景很重 所以这是常论的一个基础 我们的课程也快到最后了 是这样 下节课我们讲 恰当微分方程 正好是这个应用 正好是今天讲课内容的 这一个应用 恰当形式 这一个应用 然后呢是这样的 讲完这个 我们就讲一些常论了 因为有些同学 数学分析三估计不学了 但是常论还是很重要的 所以最后面我们讲常论 常论的时候 大家记得 在常论的时候 我们会重新对高斯公式 格林公式和斯托克斯公式 以及我们前面讲的一些 方向导书这些东西 做一个重新解释 所以后面两节课是这样的 如果还有时间 就讲一点外围分 跟那个 讲一点外围分和 讲一点那个就是 普劳威尔不动点定理 这些东西 就讲一些外围分 那些应用 那么考试的话 我们就考到常论为止 最后的那个 讲的外围分的东西 我们不作为考试内容 因为是这样的 因为我们到数学分析三的时候 高等微积分的时候 我们还会讲一些流行上的微积分 我们把外围分的主要的内容 放在数学分析的最后一部分 给大家讲 那么这个学期呢 我们就到常论为止 常论东西其实也不多 考试的内容到常论为止 但是常论很重要 常论就会把我们 现在所讲的所有的东西 用另外一个语言 重新解释一遍 好吧 好 今天课就到 在哪下课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